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这一群天使 就是中国河北省德兰慧的修女 在20世纪80年代 有一批女青年 立志要加入刚刚附会的德兰慧做修女 当年 有好多惨障的婴儿 被遗弃在教友家和圣堂门前 这些年轻的修女 便被委派照顾这些孤儿 修女们安排这些孤儿 接受洗礼 成为天主教徒 并以天作为他们的姓氏 因为他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天刚刚特别聪明 现在在我们这里就开着一个家庭的小超市 这个是天晨晨 我们天晨晨比较善良 这个天大勇她生活基本都是自己自理 吃饭呀 一切生活起具呀 都是她自己 天翠翠是特别喜欢做事的 活得也非常开心 天亮亮现在是负责我们这里的电脑 还有我们这里的电话 在1988年 德兰慧正式成立了孤儿院 取名为黎明之家 我们现在称为是黎明之家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孤儿院 但是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了 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听到自己是孤儿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名为黎明 黎明是希望的意思 就是早上的黎明嘛 修女虽然都付出最大的爱心 尽力去照顾每一位孤儿 但是人手有限 很难给予他们一对一的照顾 所以修女会尽量安排残疾程度较轻的孤儿 在寄养家庭中生活 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们愿意让孩子体验一个家庭 让他们体验到家庭生活是什么样 就是程度比较轻的我们会把它尽养在一个家庭里边 在家庭里边有爸爸呀妈妈呀或者是奶奶爷爷呀是个正常的家庭 然后跟着人家的孩子在一起成长 然后进入社会学校 让他体验社会 这个大的环境是什么样 但是残障程度比较严重的孤儿 普通人家没可能 也没有能力24小时照顾他们 于是修女为他们建立以小组为基础的生活中心 有修女和固定的工作人员照顾他们 他们自己也相互照顾 形成一个家庭生活的气氛 令他们有家的感觉 一来可以加强他们的归属感 二来也可以令他们得到较多的关爱和照顾 康复站住院的家长他们需要什么 就可以来我们这里买 然后我们听刚刚是老板 就给他们算账解账 供给他们一切方便 除了关爱他们之外 同样重要的 就是训练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和长处 在生活上他们可以做多少 便尽量让他们自己做 甚至互相帮助去完成生活上的细节 能够某种程度上照顾自己 照顾别人 他们会更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体现自己有能力的一面 由于每一个小朋友的限制都不同 所以修女要为他们量身定制 适合他们的生活护理训练 待他们长大之后 可以以最大程度自我照顾 这几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脑瘫 小的时候正好在我们康复站 做治疗 给他们这一个物理按摩治疗 但是他们大一点了 已经不符合这一个物理治疗了 所以我们就是教她生活自理 比如说这个天亮亮 她从去年冬天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成长了很多 以前的时候她自己 只能是吃饭 转着轮椅走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 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吧 她学会自己脱穿衣服呀 自己上下轮椅呀 自己上下床呀 基本上都是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忙 在网上有什么问题 她都会解答一下呀 或者是说有问候他们的 她都会替这些小朋友们去回复 这是我们这里一个对外的联络员 她每天起来打理自己的床铺啊 她都会做 天翠翠是特别喜欢做事的 活得也非常开心 经常高高兴兴地笑哈哈的 翠翠虽然是在一个状况 按她这一个体质来说 脑瘫是比较严重的 她这个张力也是比较高 但是她特别聪明 也比较好强 她看到大人在做什么的时候 她就喜欢做 如果是不让她通手的话 她还不高兴 所以就开始锻炼让她自己 看她喜欢做什么就让她做 所以有时候她洗衣服呀 用西衣机呀 因为她耳朵听不到嘛 那个滚筒在里边来回蹦蹦蹦 从来回撞她也听不到 有时候就说坏的也是比较快 所以纵然是这样 我们还是让她自己练习 所以现在就是用西衣机洗衣服呀 水衣服呀 洗完之后她自己可以晾起来 干了之后自己收起来 然后遮起来 帮帮大家放在柜子里边 虽然住在黎明之家的小朋友 并没有受到领养 不过天主依然赐给他们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令他们同样感受到至亲一般的关爱 这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就是他们的助养人 这些助养人每月为小朋友 提供300元的生活费 也有些是几个人一起分担 一个小朋友的助养费 凡事来帮忙助养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是根据年龄 如果年轻一点的 孩子们都叫他们爸爸妈妈 如果说年龄大的 都会叫爷爷啊奶奶呀 这样的安忍呢 他们基本上一年 会来这里看一次孩子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呢 就是说爷爷奶奶 回来看他们 爸爸妈妈回来看他们 为他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 之前就是来之前 告诉他们之后呢 他们会兴奋的好几天都睡觉 睡不好 他们高兴 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在一起 彼此谈论的话题 就会说爸爸妈妈来了怎么样 爷爷见到爷爷奶奶心情怎么样 他们都会谈论好长时间 也会经常为他们这些 爸爸妈妈呀 爷爷奶奶呀祈祷 感受到关爱 他们一懂得回报 就好像其中一位小朋友天荡荡 他对助养人无微不至的心思 实在令人动容 他爸爸妈妈呢 都是坐俯传 或者是他妈妈是一个 做演讲的 他就想到 他说妈妈整天出去讲课 一定会很累 口感舌燥嘛 所以他就想 我要送给妈妈一个喝水杯 并且要在市场上 给我买的比较好的 他就托我给他妈妈买 那个比较好的喝水杯 能够保温的 就是冬天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快就能凉的 他这个心就这么细 他想到这么多 然后他就让我买卖之后 并且打上一个包装 然后他就开始想 对他妈妈说什么话 他就让在这里工作的人呢 替他写 因为他手不能写嘛 他就他念一句 然后就帮忙他写一句 写了一大张纸 非常感人的一大张纸 他就说了很多祝福的话 把这一个水杯送给妈妈 当黎明之家很多孩子 进入青年时期 他们开始需要更大的空间 去生活和学习各种技能 因此在2013年 几黎明之家成立25周年之际 修女成立了职业技能康复中心 为50名孤残青年提供家居生活 和工作技能训练 他们就在这三排平房里 起居生活 平房里面相当宽敞 令他们的行动更加方便 除了睡房 客厅和卫生间 还有康乐室 设备齐全 每五位青年 就有一位工作人员 负责协助他们 和训练他们的 个人生活护理能力 例如洗脸 刷牙 换衣服等等 然后就是家务训练 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力量 为这个家出一份力 吃饭时帮忙分派食具 装饭递送 在执定时间要扫地 抹尘 抹家具 洗厕所 都是全靠所有人分工合作 令家居打理得井井有条 至于那些能力较高的 还要帮助照顾其他人 例如天生四肢残缺的大宝 需要别人贴身看顾 所以他的身边 总会有一位同株的青年 伴着他 协助他的起居饮食 在技能中心的宿舍里面 还设立了一个工作坊 为住在里面的青年提供工作训练和机会 这一天 他们正在做一些手工艺品 把一颗颗的珠子 按预定图案穿成各种摆设 而这些制成品 也是黎明之家的一种筹款工具 他们虽然穿得比较慢 但是非常认真 做出来的制成品 手工也很仔细 因为做这个手工的话 一个是说它手工能相对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加上它也给分清颜色 就是说它那个认知能力也比较好 它可以分清颜色 然后并且做这个非常要求严格的事 珠子不能多也不能少 你多一颗 少一颗它就做不成 就不行 就需要全部拆下来重新做 所以他们相对认知 还是比 还算是可以的 大宝虽然手脚缺失 但凭着它坚强的意志 它学会用嘴来穿珠 它还可以用嘴来操控手机 可以想象到 当中的学习过程是多么艰辛 职能训练除了让他们建立自信之外 还可以训练这些青少年怎样理财 他们只要是在这里工作的话 我们都会每个月给它象征性的零花钱 让它自由的使用 那最少的也是 好像是五块钱吧 应该现在知道 最少的是五块钱 那最多的也是五十多块 六十块 最近的某个样子 也就是给他们 这些钱呢 给你了 你就可以自由支配 或者是缴那个收集费 我们天大宝它有收集 他自己的那个花费的话 就自己来来处理了 这个是怎么算的 一个是说 根据他们那个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 你的产品做了多少 还有你那个 在这里工作的表现 你的积极性啊 或者是你有没有准时到啊 有没有为了这个团体的这个和谐啊 或者这个共荣啊 来做来付出 是不是会经常在这里吵架呀 这个都会散在里面 这样我其实也帮忙他们学习 我对我的工作 对我所做的事情要负责 周末了或者是有时候下班 像现在是夏天的话 下班以后 它不是太黑 吃过晚饭以后 也会带着他们去街上走走 逛逛超市 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 如果有那好 我看看我的钱够不够 不够的话 我就努力工作 然后我赚了钱回头 我再过来去买 就这样一方面出去就是练习 他们怎么跟人打招呼 然后如果真的想买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跟人家讨价还价 因为现在这个卖东西的话 其实它要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这个怎么淘价还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工作上的训练 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并得到实质回报 更让他们正面地肯定自己的价值 其实我们的目标呢 也是说将来希望他们都出去工作 但是也是这是我们最终的希望了 也是他们的渴望 他们也想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 好像他们有时候会说 我们在这里挣钱 挣的是姑姑的钱 如果我们出去工作的话 那我们就是挣的外面人的钱 拿回咱们家里面了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鼓励他们 除了集体训练 修女还会因他们的个别能力 夺身安排适合的训练 就好像这两个孩子 虽然有脑瘫的问题 但智力相对正常 于是修女就为他们 安排数学运算能力的训练 以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 雨天 你说 多少钱 说了 15点大球 你每天吃5点 能吃几天 15点 吃5点 吃几天 几天 3天 可以了 因为他们两个智力都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脑瘫 影响他们的四肢 所以他们走去路雷 或者做肢体上的运动 会比较麻烦一些 但是智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天安康的话 那他现在是两位数的 加减乘除 然后就凭他的脑力的计算 然后他就马上就会告诉你 答案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非常佩服他 有时候我们故意的就是买东西 或怎么样 带着他去 你帮帮我算一下 这些东西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然后加起来是多少钱呢 他就会告诉你是多少 一谈到钱的时候 非常兴奋了 是吧 所以你叔叔 找到你们那个兴奋点了 就跟你们谈钱 你看 只有钱的时候 才能够引起你们的注意 是吧 没有啊 这里有部分孩子 虽然有先天的缺陷 但天主却赐给他们 非一般的艺术天分 天蓝蓝双眼虽然失明 但却有惊人的听力和记忆力 凭着他的毅力和好学精神 他不单没有带着遗憾生活 甚至比普通人活得更积极 他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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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他二十多岁的一个女孩子 他先天性的眼睛 就是胜出来 就是已经瞎了眼 然后他一直来 他的耳朵都有问题 但是每一次我来的时候 他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只要我讲出话出来之后 他马上就说 王伯伯你来了 一句话我基本上就快掉眼泪了 他每周都会有一次 去宁静县城的一个钢琴店里面 那里有老师专门教他怎么弹钢琴 完了给他留作业 他回来以后就自己在家里面练 每周末会去一次一个小时 我们也相信 这真的是天主给他的一份 特殊的一个能力 但他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他的听力非常好 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 所以每一首歌曲的话 他听上几遍以后 大概他都会跟着你唱下来 他这一份渴求认知认识的 他一听到我是由加拿大来的 他立刻跟我用讲英文 他立刻跟我讲英文 他说 伯伯你可不可以教我英文 后来我发觉和他谈谈之中 修理也都告诉我们 他在刚刚去年的暑假 有一位讲英文的年轻的外国人 来到他们的地方教了他讲英文 这个女孩很聪明的 把所有的先生教他的英文 讲得很流利的 完全一点都没有所谓的问题 一份热爱是哪里得来的呢 是修理鼓励他们 肯定他们 而不断栽培他们 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用 他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 也喜欢很帮助别人 他只要听见谁叫他 就马上过去 你需要帮忙吗 或者需要什么吗 就很主动地去问别人 但是每次我来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地 他非常满足他所有的 甚至他不断地在感恩赞美 因为有一天 两年半以前我来的时候 他有耳朵几乎融了 另外耳朵有严重的发炎的问题 那时候他们医生很担心说 他会有耳聋 就是一个永远的那个弹势 但是我那天跟他讲话 讲到话的时候 他居然告诉我说 感谢上帝让我还有一个耳朵 他说王伯伯 你好运气 你运气真好 因为上帝还让我一个耳朵 可以听得到 所以我可以带弹钢琴给你听 你想看这么样的一个谦卑 这么样一个赞美的心 我们只能自尚行贿 每晚酒时 整个忠心会突然静下来 因为这是全院的弟兄姊妹 一起静默祈祷 朝拜圣体的时候 从他们的专注和虔诚之中 看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爱 天玉灵的自己 他最早的搬到这边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理想 他的理想就是 我要成立一个祈祷团 因为青年们每天晚上 都会有一个 大家在一起的一个祈祷的时间 所以我们教区的熟里神父 张神父来了以后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给张神父表达他的想法 说要不要那个神父 来参加我们的铁销端 除了训练他们各种生活和职业技能 修女还会为这些孤儿的 终生大事而操心 他们会尽力为心智成熟的孤儿 找寻合适的结婚对象 过去几年就有好几位女儿出嫁 成功建立家庭 他们的婚礼 当然是黎明之家的大喜事 在黎明之家服务的修女 见证着一般天赋的儿女 逐渐长大成人 并且自强不息 去过有尊严的生活 修女都被他们感动和启发 虽然我们这些孩子 可能在正常人看来 没有那么可爱 但是在我的眼里呢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很美 有一次呢 我在和一个团队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成长 以及我这一个信仰生活里边 灵性生命的这个成长的经验中 这些孩子为我来说帮助很大 所以为这里来说 我是在照顾每一个孩子 但是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角度 都是我的榜样和老师 所以这是我信仰的一个经验 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感受 德兰慧的修女拥有一个信念就是 上主赋予每个人的能力 虽然有所不同 但赋予人的尊严是一样的 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 有价值的 值得被尊重的 每个生命都需要一个 能够充分发挥潜力的空间和机会 他们这个信念在黎明之家 充分地实践出来 下一集我们会看看修女 怎样帮助有家庭的残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 使他们尽量发挥潜能 自谁为爱世人愿舍身 这礼物化作活泉的心灵 幸福是接受我活出这礼物的真体 教我学习爱到同时就如与建筑 人一生最预感 艳阳宗斯多摇颜如若满爱 放花天空左隔绿光线的着文 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 请otline.com 请不吝点赞绝 请不吝点赞织 请不吝点赞织 感谢观看